第茂德前书 第茂德前书第一章 奉我们的救主天主 和做我们希望的基督耶稣的命 做基督耶稣宗徒的保路 致书给在信德上做我真子的第茂德 愿恩宠、仁慈与平安 由天主父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赐予你 当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 曾请求你留在厄夫所 为的是要你训令某些人 不要讲异端道理 也不要探求无稽的传说 以及无穷无尽的族谱 因为这些事只会激起争辩 对于天主所立的那基于信德的救世计划 毫无益处 这训令的目的就是爱 极有纯洁的心 光明磊落的良心 和真诚的信仰所发出的爱 但有些人离开这些 而转向了空谈 他们愿意充当法学士 却不明白自己所说 和所主张的是什么事 我们知道法律原是好的 只要人用得合法 我们也知道法律不是为义人立的 而是为叛逆和不服从的 为不前进和犯罪的 为不敬神和独胜的 为是父是母的 为杀人的 为犯奸淫的 为行难色的 为拐卖人口的 为说谎言的 为发虚事的 并为其他相反健全道理的事而立的 这道理是 按照真福的天主 所托给我的光荣福音 而宣讲的 我感谢那 赐我能力的 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因为他认为我忠信 就派定了我福意 原先我是个亵渎者 迫害者和施暴者 但是我蒙受了怜悯 因为我当时是在不幸之中 出于无知而做了那些事 然而 我们主的恩宠 对我格外丰厚 使我在耶稣基督内 有了信和爱 这话是确实的 值得完全接纳 就是基督耶稣到世界上来 是为拯救罪人 而我就是其中的魁首 但是我所以蒙受了怜悯 是为使基督耶稣 在我这个魁首身上 显示他的完全坚忍 为给将来信靠他 而获永生的人一个榜样 愿尊崇和光荣归于万世的君王 那不死不灭 不可见的唯一天主 与无穷是之事 阿门 我儿弟茂德 我根据以前指着你所说过的那些预言 把这训令委托给你 为将你借此打这场好仗 保持信德和良心纯洁 有些人竟摒弃了良心 而在信德上遭了传破之灾 其中有伊莫纳约和亚历山大 我已把他们交给撒旦 为将他们学习不再亵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